HELLO 大家好,我是司機坊的Leo 那我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台Pandora遊戲機 它有分這樣一體成型的,還有這樣子分離 一、二批分開藥桿的 就是它有兩種選擇 你看你很喜歡一體的,還是喜歡分開的都可以 那介紹之前我們先來聊一下 就是Pandora遊戲盒跟市面上有一款叫月光寶 它們的差異在哪 因為蠻多人在買的時候都會遇到說 我到底是要買月光寶和還是買Pandora 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迷思 那首先來講就是月光寶和它的遊戲機就是屬於 2D接機類遊戲為主 就是各位如果知道說2D遊戲就是有點像平面式卷軸 就是這個遊戲它從頭到尾的畫面就是這樣平面橫向卷軸過去 那類就是屬於2D遊戲 那月光寶和就是以那個遊戲為主 那它後期再出的時候它就會再增加比如說FC 比如說紅白機那種比較老式就是的遊戲 它會再增加上去 OK 那Pandora呢它一直以來的差別就是它的架構都是以月光寶和的基礎去做 就是它從月光寶和上面再去做一個提升 那Pandora呢它的架構就是它會在硬碟的部分 在核心的部分再去增加 比如說如果月光寶和用四核心 它可能就會用六核心或八核心 就用比較高的核心 那它的運算跟它的顯示技術來講也都會往上拉 就是讓它可以去做不同模擬器的調校 那白話來講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月光寶和就是可能是100cc的摩托車 那Pandora盒就是150cc的摩托車 那兩個排氣量不一樣嘛 所以速度就不一樣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我們看排氣量就知道摩托車的速度快不快了 那這兩台遊戲機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硬體上來講Pandora會比較強 那Pandora呢跟月光寶2D遊戲的不同的點在於說 它因為它的性能比較高 所以它會增加不同的模擬器上去 比如說它會增加N64、DC或者是PSP 這一類的模擬器上去 那這一類呢就是屬於3D的 是需要經過繪圖引擎去 去繪製一些遊戲的一些類型 所以它需要更高的運算能力 它也需要更高的一個硬體的一個設備 所以Pandora的部分 它就會可以跑這些東西 那為什麼月光寶不能跑 因為它的核心就沒有到這個位置 那為什麼它不做呢 因為它市場上本來就會有區分 所謂的中階或者是高階 會有這樣子的差別 所以月光寶的定位一直都是在中階的部分 所以它就是只跑階級2D類平面的遊戲 那Pandora就可以跑3D類的遊戲 兩者上來說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除了這兩個能跑的性能以外 當然它也會反映在他們的價格上面 那以目前 月光寶的售價大概平均市場的位置 大概都在3000多塊左右 那Pandora大概就要4-5000 所以他們的價差會來到1-2000塊 所以這2000塊就可以給它更多不一樣的功能 那你要怎麼去選擇呢 我覺得各位可能就是在挑這類遊戲機之前 你就先想一下你主要玩什麼遊戲 如果說你玩的就是以前早期2D 比較復古的那種懷舊遊戲 或者是街機遊戲的話 那原則上你選月光寶其實就差不多了 因為第一個它價格比較便宜 第二個就是街機的遊戲 基本上它要有的它都會有 OK 那Pandora適合就是你喜歡玩比較多元化的遊戲 就是說你買這台遊戲機 你不會只是想要玩街機 你可能會想要玩N64啊 或者是DC啊 或者是PSP 這類模擬器的遊戲 甚至是它也可以跑PS 那如果說你有對這類的遊戲 你有興趣或者是 你可能會去玩的情況下 你再來考慮這一台 因為你可能會去玩 你才有辦法說去拉高自己的預算 來到4-5000塊左右去選擇這台遊戲機 那如果純粹只是回憶 回味一下以前小時候的一些遊戲 或者是跟小朋友歡樂 喜歡玩遊戲 那原則上應該是月光寶的定位 就差不多了 所以到目前為止 這就是兩者選擇的一個參考 OK 再來就是說 潘朵拉遊戲機呢 它本身是可以支援四人遊戲的 那這個部分在月光寶來講 就是早期的月光寶一直以來 它定位都在中階嘛 所以它都是以兩人遊戲為主 那未來有可能會增加 但是潘朵拉的部分 其實在這一兩年出來的機種 不管是舊版新版 原則上它大部分都可以支援四人遊戲 OK 所以喜歡四個人玩 喜歡多人同樂的情況下 當然潘朵拉遊戲機會相對來講 會比較優勢一點 不過 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建議就是說 因為一直以來我觀察 潘朵拉的四人遊戲來講 一直以來的數量其實都不多 大概就各位數而已 了不起就頂多十來個 其實真的不多 那真的會玩的也就只有那幾款而已 所以我會覺得你可能要評估一下 就是那些遊戲到底適不適合你們 就是如果你要找另外三個人玩 那這類遊戲是不是你們會喜歡的 如果不會喜歡 我覺得以四人的部分去考量的人 就比較需要就是在情深思考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說 四個人遊戲的數量太少 然後也不太會玩 所以有時候我就覺得說 好像沒有那個必要 但這只是給你參考啦 因為你要四個人玩 你還要再多買手把 那當然如果是我的觀點 我會希望我買了就要常用 常玩嘛 那如果說買了 我發現我不會玩 那就得多花了那個錢 我是覺得這比較不必要 OK那再來就是說 也會有人 就是也有聽過有人會反應說 其實這類的遊戲機 其實在電腦就可以跑了 不需要花這種錢去買這個東西 那這部分我有一些想法 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說 如果說你要用電腦玩模擬器 玩這些遊戲 基本上來說是真的是沒有問題 就是他們講的也沒錯 確實這電腦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要不要買這個 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說電腦可以跑 然後不需要這類的機器的話 那必須首先捏要一台電腦 那捏完一台電腦 你還要下載它的模擬器 那模擬器下載完以後 你還要再去下載它的遊戲 那下載遊戲 如果你要用這個搖桿 這種格鬥搖桿就完 那你還得去買一個這個搖桿 連接電腦去做設定 那不是只有設定搖桿 包含模擬器的參數啊 按鍵的配置啊 甚至遊戲的路徑都要去設定 那當然這些如果你有 一定程度的電腦基礎來講 這不會很困難 但是這類的遊戲機 它其實就是把這些困難的步驟 或者是不要說困難啊 這些複雜的步驟 把它簡單化 它把所有模擬器的參數 然後把遊戲都下載好 路徑都設定好 按鈕搖桿全部配線都拉好 全部整合在它的主機板裡面 那變成你帶著這搖桿的同時 你就帶著遊戲機了 因為它全部都整合在裡面 那你只要插電 接到你的電視就可以玩 所以說我覺得它會有 這樣子的一個差別 在於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很麻煩 或者是說你覺得 這樣子其實也沒差 那其實我覺得這類機器 就會適合你 當然如果你是有電腦基礎 你又會自己下載東西 你又不怕花很多時間 去收集這些遊戲 去設定這些模擬器的一些參數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自己在家動手做 其實這樣相對也是會省錢 因為畢竟一台也要三四千嘛 所以說 當然來講就是看你自己 怎麼樣去評估這個時間成本 那這種激情其實上至政治人物 下至平民百姓其實蠻多人有的 而且我看 觀察過不是只有台灣 東南亞包含菲律賓 越南大陸 美國 甚至韓國日本都有月光寶 這種潘朵拉這種遊戲機 都有在賣 所以你全球這樣算一算 其實至少一定有賣到百萬台 我覺得相信這個數字絕對不誇張 那為什麼會有人要買 為什麼市場會有這個供需 那就是一定是有人需要 不然他不會賣這個東西 那我的觀點就是我覺得 撇開價格 撇開功能不說 我覺得大部分人還是會在意的點 就是 版權這個問題 這種比較敏感的問題 那 就我自己的觀點來看 大部分他的遊戲其實都是差不多20年前以前的遊戲 所以說 現在 假設 譬如說我們舉例N64來講 那N64其實都停產這麼久了 你現在有N64的遊戲其實他也算古董級了 就更不用說更舊的接近遊戲 可能我們20年前我們在 還是說在外面釣蝦場玩的那種更舊更舊的遊戲 1999幾年的遊戲 相對來講 你現在也不太可能收集到它完整的一些版權 我並不是說就是版權怎麼樣 我的觀點就是認為說 這些東西他本來就很難收集了 所以說 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遊戲就沒有版權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我覺得就是我們玩 就是我會覺得說 我們會買這種遊戲機的人 大部分他的出發點想法都是回味 就是可能去回憶一下 小時候玩的這些遊戲的內容 反而不是說 在於說這個遊戲到底是版權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版權部分我就不探討 那就遊戲機的部分來講 我覺得 他的一些功能性跟他遊戲的內容 我覺得相對來說還是蠻豐富的 也是可以就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講那麼多了 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我們待會就直接來看一下 就是 機器的一些外觀的一些功能 跟他的一些配置 那順便給各位看一下他的一些 遊戲的內容跟他的畫面 可以感受一下說 這類的機器到底適不適合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個 機器的一個配置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是一體成型的機器 一體成型的機器 他就是把一二P都做在一起 一二P做在一起 那搖桿呢 搖桿跟按鈕的部分呢 潘朵拉的部分是 搖桿配八顆按鍵 這邊總共有八顆按鍵 一二P都一樣 那一般月光寶的話就是只有六件 他只有做到六顆 沒有這兩顆 那為什麼潘朵拉會多這兩顆呢 因為他有些3D遊戲 是可以設定一些快捷鍵的 所以他可以再多增加兩顆 去讓遊戲操作起來 變得更加豐富 或者是說操作起來更靈活一點 OK 那上面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般的配置都是固定 就是會有一個投幣鍵 Coins這個是投幣鍵 然後一個start鍵 開始鍵 那二P原則上也會做 在這個畫面上這邊 我手比的地方 但是你看一下他二P的部分 他會做一個暫停的圖案 因為我們有時候遊戲打到一半 我們會需要暫時離開位置 不管去上廁所去吃飯還是幹嘛 都一樣 我們可以用一個暫停鍵 去終止現在遊戲的進行 那可以再 要晚的話可以再重新回到遊戲 那他這邊不做投幣鍵 就是因為 投幣同一右這一顆去投 那二P就做暫停 做一個區隔 那start鍵是必須要有的 因為start鍵就是 2P的開始鍵 他必須要按下去 他才能夠加入第二個的遊戲 所以這是必須要有的 那你可以看到一二P的右手邊這邊 目前喔 目前多了三顆這個鍵 這個在月光寶盒也是看不到的 這兩顆是月光寶盒也會有的東西 但這三顆不會有 因為這三顆是針對PS的模擬器 這些都屬於PS的一個功能鍵 那因為月光寶盒本身 他是沒有PS模擬器的 所以他不需要這些按鍵 他不需要這些按鍵 OK 所以這是目前 這是搖桿上面的按鈕的一些配置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的配置 那後面配置其實非常簡單 紅色這就是他的一個開關的按鈕 開關的按鈕 那你可以看到我現在 因為我已經打開了嘛 我已經打開了 所以畫面上 我已經有執行 代表我接了電也接了HDMI 那這電源線應該蠻簡單的 我們插上去直接接到我們的插頭就可以了 那這台灣的機種是110幅 當然他這個全世界都有 所以也會有分香港的啊 也會有中國的啊 有220的啊 也有美國歐洲的 都有 這個的話就是看 你跟誰買他的配置是什麼 OK那HDMI 這就是這些顯示設備 如果你家的電視是新型的 沿著上一星以上的電視 大部分都是走HDMI了 這算是現在的標準規格 但是如果你有比較舊的螢幕 或電腦螢幕的情況下 它有這樣子藍色的VGA插頭的話 那你是可以接VGA的顯示設備的 我覺得這算是比較靈活一點 但是如果你還有更舊的電視 是傳統的齁 比如說紅黃白那種AV端的 那你就需要買一個 這個VGA轉AV的一個轉接頭 你才可以去輸入到更舊的設備 因為這個機器目前的規格很難 這種新型的主機板很難再去支援AV端的 這個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再過來這邊會有一個耳機孔 你可以外接喇叭也可以接耳機 你怕吵到人就接耳機 那如果說你不接的情況下 旁邊這邊就會有機器喇叭的聲音的調整 因為機器是有帶喇叭的 你這樣調整聲音就會越來越大 那這一顆是後台鍵 它有一個黑色的一個set鍵 這是所謂的後台鍵 那這USB孔呢就是讓你外接手把的 如果你要第三個人第四人玩的時候 第三第四人玩你就接一個手把上去 從這邊接上去 那底部的話呢 會有八個止滑電 左邊四個右邊四個 那下面會有散熱孔 那機器本身是鐵做的 當然這材質很多種啦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分配 自己去找 OK 接下來這個是一體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一下 後面這種分離式的差別在哪裡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分離式的部分 那分離式跟 分離式跟剛剛前面的一體式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不管你在又光寶爾還是潘朵拉盒 它都有分這兩種外型的機殼 那兩種機殼主要的差別就是說 一體的就是它可能會比較大比較重 比較有以前我們坐在外面兩個人 肩並著肩對打的那種感覺 那種部分就是一體會比較適合你 那分離呢就是屬於可能 常態性都是一個人在玩 平常都一個人在玩 那你就可以只要帶這台主機就可以了 它旁邊會有1-2P的連接線 我就平常我只要拿這台主機就可以玩了 那收納上來講也會比較方便 因為它把它區分出來了嘛 它把1-2P分出來 所以它就會比較小一點 比較小就比較好收納 OK 那 配置後面的配置呢 不管是上面的按鈕啊 或者是說 這個搖桿跟這個按鈕的部分 都是一樣的配置 都是8鍵 功能鍵 這些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那對了 剛才忘記說 它有一個Turbo鍵 就是連發 就是針對一些設計遊戲 它可以按住 它可以自動連發 這台也是有 一體也是有 只是一體的按鈕 就會坐在後面 就坐在後台那邊去做設定 那這個分離式它就是直接有獨立出來 也獨立出來 其實功能都是一樣的 只是它們在設計上 有點不太一樣 OK 那後面的部分呢 我先把這個轉一下 各位在畫面上應該還是看得到 就是跟剛剛一樣 它會有所謂的電源 跟HDMI 再來就是VGA 然後喇叭接孔 然後音量調整 後台鍵跟USB 還有開關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配置 但是它因為它分 一二P 所以它的主要的這些 主機板跟功能 它都會裝在這一台 所以你要玩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這一台拿出來 才能夠玩 才能夠玩 那如果說它第二個人的時候 你再拿出第二台 那你第二台你可以仔細看 它就不會有什麼接孔 不會有什麼接孔 那二P也不用接電 它會有一個一二P的連接線 它會有一條一二P的連接線 從側面這邊 它會有一個 這種 線材 去讓你去做一個連接 當你把線接過去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 我先打開它 現在亮燈了 現在是已經開機狀態 這一台沒亮燈 因為這台沒有過電 但是它只要一二P接起來 它就會自動供電給它了 自動供電給它了 自動供電給它了 好我把它接上去 好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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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二P就亮燈了 亮燈的意思 就代表說它也供電了 所以這條除了是 讓一二P做一個連線以外 也是做一個供電的動作 那有人會問說 那這台 會不會可以單獨玩 是不行的 不行的 因為所有的主機 其他還是在這裡 它不會因為說 拆兩個就有兩張主機板 不會 它一樣就一張主機板 所以我們可以簡單來說 一體的就是中間有一張主機板 那分離的就是把中間的主機板 裝到一P上面去 就是這樣子 那它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獨立玩的時候 不用拿二P 好那第二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透過這條線 把距離拉開一點 比如說我可以拉成這樣子 面對面 我線只要把它打長一點 我就可以這樣子 面對玩 我就站在這邊玩 另外一個人站在那邊玩 那就不會有所謂的太擠的這個問題 那一體的話相對就會有這個問題 不過有些人還是會喜歡一體 因為他喜歡肩並肩的感覺 好啊 這個就是有玩家自己去做一個選擇 好 那大致上的外觀介紹在這邊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它的遊戲畫面 跟它的遊戲內容吧 好 我們目前已經把遊戲機接起來了 那我現在用的是這個分離式的一個主機 好 因為它跟一體式基本上都一模一樣 好 但是我就用分離式來做一個示範 好 那現在二P是有供電的 所以它是可以控制 好 但是當然我今天只要把EP的線拔掉 它就沒辦法控制了 好 因為它電就斷了 好 但是沒關係 我們還是把它接起來 好 接起來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最後一頁 它的最後一個遊戲是 數字是多少 左右是半頁 我們往左翻到最後一頁 好 它總共有245頁 最後一個遊戲的編號是2448 也就是說它有2448個遊戲 好 那潘朵拉的遊戲的一個定位 一直以來都是3D加2D 好 那我這次目前算是比較新的機種 它是100多個3D加2000多個2D 好 組合起來是2448個遊戲 好 那月光寶兒的話 原則上大概都是在接近2000左右 好的位置 可能就會差個幾百個遊戲 那差幾百個遊戲就是差3D類的遊戲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分類的部分 分類的部分 那在月光寶的分類 它是分比如說射擊類 格鬥類 伊之類 這樣去做一個分類 那潘朵拉的話比較不一樣 它是用模擬器去分類 因為它的模擬器 比月光寶很多 OK 我們現在往下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叫做FBA 這就是FBA的遊戲 好 那這就是大家不陌生的 比如說變藍大戰 好 或者是下面有一些 比如說 格鬥天王 快打旋風 還有上面的這個 格鬥天王 好 格鬥天王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 這就是屬於FBA的 好 我們再往右切呢 再來是MAMB的模擬器 它也有格鬥天王 其實MAMB跟FBA其實它們兩個架構都差不多 都是以接機的主軸去做一個模擬 所以這些內容你會發現它其實蠻類似的 好 但是當然它有很多種遊戲 它還是有很多種遊戲 好 那你只要把 只要移動到這個遊戲放著 它就會有它的遊戲的預覽畫面 你就可以去知道說它大概是什麼樣的內容 好 OK 我再往右切 再來是PSP 那PSP就是 比較偏向都是3D類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就可以知道了 好 這類的遊戲在月光寶就是完全沒辦法跑 好 我是說它不能放 它放了也沒辦法跑 因為它的它的性能沒有到這個位置 OK 再來是PS 好 這個應該大家也不陌生 好 PSP 再來是N64 好 好 裝備很多 好 好 再來 FC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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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來是SFC這種遊戲就是 比較多這種的關係 好 再來是GBA 好 小時候我們常常玩的GBA 好 再來是GBC 好 如果有玩那個什麼 口袋怪獸啊 神奇寶貝啊 應該也不陌生 好 再來是MD 好 MD系列 這些都是蠻經典的一些老遊戲 好 再來最後一個PC 好 又再更久一點 好 對不起還有一個DC 好 DC的話因為它的耗的硬體支援比較多 所以它的數量就比較少一點 好 就比較少一點 好 再來就回到另一個FBA 好 所以說它的分類來講 它就是以摩尼器去做一個分類 好 那月光寶能跑的原則上就是FBA MANV 好 跟少數的FC 好 少數的FC 它就這三個架構 那潘朵拉就多了你剛剛看到的其他的這些架構 好 就變成它的種類比較多 好 好 那他們的定位就是這樣嘛 一個是中階一個是高階嘛 那中階就跑中階的 高階就跑高階的 好 那這個還是以預算去做一個調配啦 好 看你自己覺得你適合什麼樣的遊戲 什麼樣的預算 你再去做一個選擇 好 再去做一個選擇 好 那我們進去 好 進去一個遊戲 射擊遊戲 好 越南大戰 好 比較常玩的 好 進來以後呢 我們按一下開始鍵 好 EP就出來了 好 那現在2P有接電嘛 所以我們按開始 好 一樣是可以把它叫出來 2P 好 好 做一個選擇 好 那目前你會聽聲音有點小聲 好 剛才有跟各位說 後面會有一個音量旋鈕 可以去調機器的聲音 好 那機器的聲音只要走HDMI 跟電視是同步的 好 所以我現在把它調大聲一點 好 你剛剛發現聲音變很大聲 好 那電視的話也是會變大聲 好 但是因為電視我現在調的比較小 好 我現在調的比較小一點 好 因為怕太吵 好 因為這樣是可以一起調的 好 那這個機器也會有一個喇叭的聲音 好 那如果說你在家玩想要 它沒有聲音 它有聲音 就把旋鈕拉到低就好 好 現在機器已經完全是沒有聲音的 但是電視還是有 好 那大小聲是可以從這邊去控制的 好 從電視上面去控制 OK 好 那我現在先做一個暫停的動作 今天我玩到一半 我如果暫時不玩 我就按下暫停鍵 好 暫停鍵呢 會出現四個選項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A 繼續遊戲 B 退出遊戲 C 存檔 D 讀檔 那AB我就不說了 CD呢 一個就是存檔 一個就是讀檔 就讀取你的存檔 所以說譬如說我現在按C 按C 我現在就存檔了 我現在就存檔了 好 那我往前走 好 好 假設我今天不小心被殺了 好 我現在兩次都死了 好 我現在按一下剛剛的暫停鍵 我已經在剛剛的時候 已經做了一個存檔了 我現在在按讀檔 就可以回到剛剛還沒有死掉的過程 這個叫斷點存檔 就是說你可以存取在任何一個你想要存檔的位置 存檔在你任何一個想要的位置 好 那再回到這個選項的時候 我再跟各位說一下 他ABCD呢 他的格局分配是 這兩顆不要算 ABCDEF 因為傳統的機器他都是六件的 都是六件的 那變八件他並不會說ABC D就跑到這邊 不會 他這邊就是做R1R2 就是針對3D類 或其他模擬器去設計的這個按鈕 那這六件呢 就是一般 又光寶爾潘朵拉盒常用的就是這六件 這六件 那射擊的話 一般射擊類遊戲就是可能 射擊跳炸彈 或者是其他的功能 格鬥遊戲的話 一般就會分 輕手輕腳重手重腳 輕手輕腳重手重腳 它的格局分配大概是這樣 大致上 但沒有絕對 因為不同遊戲它的功能不一樣 那我們就知道說 戰停艦的ABCD是有這樣子的功能 那在現行的情況來說 一般來講 存檔功能 目前就只有潘朵拉的機器是有在做的 那又光寶爾是還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存檔的需求 那你可能要斟酌一下 或者是說 你可以再等看看 看後面又光寶爾會不會出存檔的機器 那目前我在測試的時候是還沒有的 OK 那繼續遊戲的過程中呢 它也會有一個連發的功能 我們只要按下STAR鍵加A鍵 這兩顆按下去 它就會做一個自動連發的設定 那這速度都可以在後台去做調整 那這個連發的這個功能呢 也是比較後期的機種才有 早期的機種兩年前也是沒有這個 兩年前可能就會在外掛一個按鈕 讓你去做連發 那目前新的機種都是做內建的 直接做內建去打開 那我跟各位說怎麼進到後台 這個後面的這一顆 剛剛講的調音量的旁邊 會有一個小顆的SET 現在我們給它按下去 按下去我們就可以來到它的後台 它的後台 然後後台呢簡單來說呢 投幣這些都不能去做設定 為什麼 因為你這台機器沒有做投幣的功能 它就沒辦法 沒辦法這個選項去做設定 那這個是針對大型機台的 比如說你有看到那種大的落地型的接機 它可能裝這個主機板 它就可以設定一個投幣器去做連接 就可以變成它投幣才能玩 沒有投幣不能玩 但是因為你這沒有接投幣器 所以你去改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是沒有意義的 那退出模式這都是對應上面這個 投幣器的部分 這邊我就直接跳過 因為你一般是用不到的 OK 那畫面增強呢 因為光寶它就只有分標準跟高清 高清就是比較清楚啦 它幫你做一個清晰化 但是在潘朵拉呢 它會多做一個掃描線 多做一個掃描線 我們先把它改到掃描線 待會出去讓各位看一下掃描線的差異在哪裡 OK 那語言沒什麼問題 就是翻體中文 那剛剛有一個連發的功能就是這邊 連發一秒二十次 你可以改十次 五次 那舊的連發機種 它是按一下就自動設 它沒有速度上的差異 但是有些遊戲你會希望它設的快 有些遊戲你會希望它設的慢 那這個新的機種 就可以讓你去做一個速度上的調整 這就是速度上的調整 當然你要關掉也是可以 因為格鬥遊戲是不需要連發 OK 那再來就是遊戲設定的部分 我們點進去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邊會有 一樣上面這個是屬於你有做營業的情況下 才會去調整的 這邊我就直接跳過 那下面呢 你可以去改遊戲的難度 可以從裡面呢 去針對不同的遊戲 做一個難度的一個設定 這是它滿貼心的功能 再來 你可以去編輯你喜歡的遊戲 因為有2400多個遊戲 你有些遊戲你不會玩 你就可以把它 看你要把它砍掉 還是加我的最愛都可以 那比如說如果你把它加到我的最愛 打上一個愛心我的最愛 待會你存檔以後 它就會在第一頁出現 它就在第一頁出現 所以你如果加了20個遊戲 以後你開機前20個遊戲 就是你加愛心的遊戲 OK 那編輯遊戲列表呢 就是屬於另外一種方式 剛剛呢 是加我的最愛 讓它跑到第一頁 接下來呢 編輯是讓你去做一個隱藏 我今天這個鐵拳5 假設我完全不會玩 我完全不會玩 我就把它隱藏 我就等一下按下這個A鍵隱藏 你會發現它就不見了 它就完全消失在你的清單了 就待會你重新開機 你也看不到這個遊戲了 當然如果你要把它還原 是可以還原的 你不用擔心 一樣是可以把它還原的 OK 所以它有兩個功能去讓你做設定 那刪除遊戲應該不會去調這個東西 因為我是不建議去碰這個東西 那下面的部分呢 暫時你也都不要去調 因為暫時我也不知道它的功能 到底是要做什麼 所以這邊我們暫時都不要去改 所以大致上的後台功能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改錯了 還是遊戲隱藏太多了 太亂了 你可以調整最後一個回復出場設定 就全部幫你還原 就不用擔心 好 調整完我就直接退出 退出 我再進去一次遊戲 因為我剛才改了所謂的掃描線模式 各位就可以看一下 你現在看到一條一條的 這就是掃描線 那掃描線呢 好我先暫停 掃描線就是可能以前你用很傳統的電視 它就會有這樣電視的一個隔線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比較沒有看過這樣的東西的人 就會覺得說 啊幹嘛改這樣看起來很模糊 但是事實上 這樣子是比較有味道的 這樣子玩起來是比較有味道的 那這個當然是由玩家自己去做一個選擇 因為這樣會讓你的電視好像感覺變得比較舊 有些遊戲就是在那個電視上面玩 比較舊的電視上面玩 比較有感覺 所以這是屬於掃描線的部分 掃描線的部分 掃描線的部分 OK 好 這是剛剛的 剛剛的存檔有沒有 存檔2P又出來了 2P又出來了 好 那我現在按B 退出遊戲 我們就直接到外面了 好 開始 好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一下它的 PS類的遊戲 好 比如說鐵拳2 鐵拳3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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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連上都是可以跑的啦 他只要能裝進去的遊戲大致上都沒有太大問題 那比較遺...我先暫停一下 比較遺憾的就是說我這邊是沒有第三個手把 所以沒辦法去幫各位做一個第三批的測試 但是網路上都可以查到一些教學 他是沒有太大問題 接上去他也是可以第三個第四個人玩 這個部分可以讓各位可以自己去試一下 那其他的模擬器遊戲我再去跑 其實也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啦 就是點進去他就是可以玩嘛 所以說大致上介紹已經差不多到這邊快要高一個段落了 那最後我想補充的就是說 因為機種很多嘛 所以說各位就是可以自己去判斷去評估 就是說你適合什麼樣的機器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個決定 那如果我說你電腦能跑你就電腦跑 那如果說你喜歡帶著跟家裡的玩 或者是跟小朋友玩的話 那機種你也可以分一體跟分底的 你都可以去做一個抉擇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哪一台比較好 因為比較常會看到有人在選擇上會有困難 包含機殼要不要分開也會有選擇上的困難 那我覺得其實你就跟著你的感覺走 你覺得哪一台適合你 你就選擇哪一台就好了 那最後我再帶大家看最後一次 它的模擬器的種類 依序有N64 紅白機FC 超韌SFC 掌機GBA 掌機GBC MD遊戲機 PCE的遊戲機 DC遊戲機 FBA模擬器 MAMV模擬器 PSB模擬器 到PS 依序有這些模擬器 它的豐富度來講 是比較高的 豐富度是比較高的 差不多了 就這樣子 如果說還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留言問一下 那未來我當然也會鎖定一些 新型的月光寶 還是潘朵拉之類的遊戲機 反正我就是盡量幫各位去做一個 分析跟去解釋一下 大概這樣的東西到底適合誰 你們可以再自己去做一個決定 好那影片就到這裡啦 掰掰